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澳洲自己的本地市场情况 那么应该来说呢 我们知道呢 这个在这个星期开始啊 澳洲股市呢再一次出现了较大程度的下跌 总体来说的话呢 这个新冠病毒的扩散程度现在是非常的快 因此呢 大家都是非市场啊 都是非常的恐慌 那么美股呢 在周一的晚上 也是再次爆发出达到了多少 两千点还是三千点的跌幅 也创下了历史 不断的刷新历史记录 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呢 澳洲股市在昨天早上呢 虽然开盘有所下跌 但是很快啊 就居然 居然不用了一个居然 居然违背了大表哥的走法 自己独立的开始上涨了 那么澳洲股市呢 在昨天整体来说 也是上涨大约是2.5%左右 包括银行股 矿业股 各种板块 除了旅游和这个航空公司以外 基本上都出现了反弹 但是反弹力度没有那么的高 应该说没有达到上周那样10%那么多 但是反弹也总比不反弹好 本来我们还害怕 这个澳洲股市可能跟着美国一样 再跌10% 那岂不是要到4500点 幸运的是呢 昨天晚上回来之后呢 居然能够爬到5300点 这是也是出乎了大家的意料 那么中国方面呢 在昨天上海下跌0.3% 深圳下跌0.5% 现在来说的话呢 A股虽然也在跌 但是对比欧美国家来说 他应该说是控制的相对是比较好的 这个也是跟国情有关 那么欧洲方面呢 在昨天英法德再次出现反弹 这个英国 法国 德国 包括意大利 普遍上涨2.1%到2.8% 美国三大指数 现在呢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这个特朗普呢 这次也是 美国就是这样 一开始会慢 但是之后爆发的能量非常的大 现在白宫为了抗击这一次的非 这个冠状病毒带来的负面影响 将会酝酿 美国版的经济刺激方案 多少钱呢 一万亿美元 一万亿美元 这个是在美联储7000亿美元的基础之上 美国的政府再次公布 一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 那么在我每次的节目中 我也是跟大家说到 由于这次呢 这个病毒呢 它不会从一夜之间突然起来 所以它就算是不断增加 那边呢 这个政府也好 银行也好 它会不断的加码 就是这边的敌人更强 我们这边的援均也会源源不断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市场报价 澳洲200目前盘外价格是5200点左右 盘后下跌100个点 华尔街201千点左右 从3万点的高度最低掉到过2万点 现在是21000点 澳元的美元12年13年 以后也会14年的新低 现在是0.6019 昨天晚上一度是跌破0.60 黄金价格目前样子黄金报价1527 没有太大变化 油价暴跌大约是4美元 目前一头美国油27块2毛钱 比特币价格稳定在5000美元上下 并没有太多的动机 主持人 好的 感谢麦克的介绍 那麦克啊 现在我们收到的最新的澳洲的病例 已经是450多例了 预计今天肯定还会有更多的发展 那么接下去你觉得 澳洲会不会向意大利方向发展呢 如果澳洲的疫情控制不住 是不是会影响到所有的方面呢 的确我们知道呢 这个澳洲目前的速度 根据过去的一周啊 几乎是按照每一天增长 前一天的30% 这个增速在发展 也就是如果昨天是100例 今天就是130 明天就要增加39例 可能就是170 就是每一天乘以1.3 那如果这样下去了之后的话呢 如果这个增速不放缓 一周之后 就要到2000了 当然了 澳洲政府也在逐步提高 它控制的强度 因为一旦这个增速啊 这个我们叫做曲线 没有办法压平 那就很有可能会成为欧洲 或者是像加拿大一样 关闭边境 以及取消任何非必要活动 比如餐厅 比如商场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 如果这么做 对于经济 尤其是本地的就业 打击是非常大的 另外我在上一次节目中 也说到 如果学校停课 很多医务人员 包括了我们弱势群体 将不得不在家 先不说钱的事 如果医务人员 因为要照顾孩子而在家 将会减少医院的救护人数 而且呢 这也意味着 很多有的时候不得已 将会让本地的老人来帮助照顾 而这个是目前澳洲政府 最不希望看到的 因为呢 这次的这个病毒啊 在年轻人 特别是少年或者青年的身上 可能不太明显 或者说病情比较轻 但是一旦是接触了老年人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他们最不希望 看到的就是呢 老年人为了照顾孩子 而不得不和孩子一起 那么如果疫情扩散 势必将会影响到各个方面 包括之前回不来的留学生 10万 半年之内肯定是没戏了 回来的那一半呢 现在又要急着再回去 他们应该说今年是特别倒霉的 那没办法 这个全世界都这样 所以和留学生相关的产业 受到的影响 将会持续至少到 说保守一点吧 七八月份吧 不保守一点 那就到年底了 当然我们知道澳洲政府 也在竭力的拯救经济 包括昨天再次出台 针对航空公司 超过5亿澳元的税务减免 包括新南威尔士州 相信以后维多利亚州 也会出台本周自己对于中小企业的扶植和帮助 但是我们还是要知道一点 就是你做生意 不管是做的是餐馆也好 做的是服装买卖还是红酒 它的核心就是 你要有客户 要有订单 是吧 你如果客户不来 没有订单 你就算是房租再便宜 你就算是水电费再便宜 那也只是亏多还是亏少的问题 但是我个人认为 澳洲不会成为下一个意大利 因为澳大利亚的情况 现在和加拿大很像 相对来说要比加拿大 似乎还好一点点 因为我们没有和任何国家接扰 离我们最近的是新西兰 新西兰控制的比澳洲还要好 现在好像只有六例还是八例 它不像欧盟国家一样 你拿一个欧盟的护照 可以到处窜 根本就没有办法管得住 当时的话 德国法国当时没有关闭边境 意大利很多人溜进去 那也没办法 相对来说 澳洲远离欧洲 你逃到澳洲来 你飞也得飞二十个小时 对不对 所以相对来说 如果澳洲政府只要把机场一卡死 那么其实就是处理 剩下内部的那些问题 但可惜的是呢 澳大利亚目前没有学加拿大一样勇敢 关闭边境 他如果真的这么做 我相信之后的病例的增速会非常缓慢 那澳洲股市呢 也从最高的7200点最多的时候跌到了4800 很多的优质公司 纷纷暴跌40%以上 我看了一下 我昨天看了一下我的股票损失 虽然我是平均分散在很多 这次他居然表现呢 还比我想的好一点 我以为怎么也得跌到个三分之一 算了一下呢 跌了四分之一 25% 还好 因为我买了一些COS 包括呢 一些医疗股 这些股票呢 近期还是比较强劲 但是我的银行和矿业损失 那叫一个惨 但是在这一次的暴跌中 我也深深觉得 某些澳洲的公司 现在已经非常的划算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澳洲四大银行中 除了联邦银行 剩下的西泰 澳新和国民银行 目前的股价平均 在昨天前天都是16块钱 16块钱一股 他们每年的分红 大家猜猜是多少 每半年分红 大约是八毛钱 一年是1块6 我们当然知道 它分红会减少一点 如果分红是按照 2019年的分法 那么它的股息 将达到惊人的10% 当然这年是不可能那么多了 但是7%基本上是肯定了 所以现在的银行股的价格 已经达到 甚至于有的时候是跌破了2008年的价格 我还是那句话 大家觉得澳洲的银行会不会倒闭 如果倒闭 那就全部割肉 啥也别管了 如果你觉得它不会倒闭 那7%到10%的股息 光是放在那边放三年 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划算的计划 当然这是我个人观点 如果你们觉得银行股可能会掉到5澳元 那就再等等 主持人 好的迈克 那你觉得现在美股都跌了30%了 但是中国A股好像没有跌这么多 那未来是不是会出现 A股上涨超过美股呢 现在很多我看到微信上的文章都在说 中国股市是目前世界最强 以后肯定会超过欧美的 我跟大家说 这个微信上的文章 微信微信微微相信就好了 千万不要认真 我们知道虽然这次A股的下跌 从数字上从幅度上要比欧美要好一些 但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 A股自从2015年的6000点高点到现在为止 就再也没上去过 长期在3000点来回 那么美股呢 在10年前 08-09年金融危机之后 大约是8-9000点 上个月的记录呢 是3万点 所以从投资回报率的角度来说 就算我们从1991年中国股市刚开始 开门开始计算 从现在的比例来看 除了茅台和五粮业等等一些白酒股以外 没得比 没得比 那么为什么中国这么多的钱 股市就拉不上去呢 一句话 有钱人都不傻 都不傻 马云为什么要在美国上市 京东为什么要在美国上市 腾讯 百度 为什么是在香港上市 美国上市 很多问题 有的时候话不能说的太透的 前十大首富 在国内上市 早就已经习过两轮了 股价代表的是投资者 对于公司和行业未来的预期 未来的预期 中国15年的时候就6000点 现在五年过去了 连3000点也不到 如果我们把刚才那句话套进来 就意味着是 投资者对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 未来预期 不满意 没信心 而且我再说一点不好的消息 我也比较客观 之前中美的关系 总体来说 特朗普还维持一个脸面 那么从前天开始 特朗普在他自己的官方微博上 点名道姓的指 这次的冠状病毒是中国病毒 这就非常不好了 对不对 大家本来还留着最后的脸皮 虽然美国的国务卿和副总统 已经公开的敌视中国 但是总统还在说好话 到现在为止 连总统都开始直接的 这样了 那么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中美的外交关系 会非常不好 这将会直接影响到 经济 股市 外贸 等等 那么我们作为华人 尤其是生活在澳洲 我们知道呢 澳大利亚是美国的盟友 应该说我们华人未来的日子 不会太好过 也许这个话题说的沉重了一点 那我们换一个投资吧 总体来说 如果我有100万元澳币的现金 我会50万投在现在澳洲的股市 或者说等一等 但是我准备投在澳洲 重点看的就是疫苗一旦大规模生产 也就意味着 疫情未来将会得到很快的控制 那么经济 股市和跌的最多的东西 会首先反弹 主持人 好的 感谢麦克的介绍 更多朋友喜欢我们的节目 该怎么样和您取得联系呢 嗯 大家知道我们的电话是 8658 0602和8658 0603 公司地址在600号市中心 目前本周我们还是正常上班 那么下一周或者说之后 有可能在家办公 但是联系方式都是一直 电话将会保持通畅 随时联系我们 电话是8658 0603 难道 uma反异时 精工人继续 控制定人员 放心 ить 换